如果朱立倫主席不把他撤銷 民進黨將來會把朱立倫也講成黑金的頭頭 你不能私下去請教一下嗎 你可以請教很多人嘛 一定要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等於是做一個沙袋讓民進黨打 那你何必呢 我一點看不出來到底精明在什麼地方 這樣真的是 我不願意講的話其實蠻笨的 我的主張 撤銷選撤會 把國民黨這個中央選舉什麼策略委員會撤銷掉 因為已經被講得很不堪了嘛 已經好像變成一個黑金小組 如果朱立倫主席不把他撤銷 民進黨將來會把朱立倫也講成黑金的頭頭 那你一個選撤會沒有公信力 千夫所指 那你將來協調出來的候選人 那怎麼會有公信力呢 而且實際上 選撤會那些人 真的能夠提出什麼好的建議人選嗎 真的能夠提出什麼好的選舉策略嗎 你看那些人 他們有這樣的本事嗎 有這樣的聲望嗎 有這樣的公信力嗎 那麼他們提出來的人 會能夠讓社會服氣嗎 讓黨內服氣嗎 既然做不到 那你擺在那邊幹嘛呢 這當然是堅守制道 你不是講傅崑崎 而是說你現在就要負責立委的提名 你立委就不應該在裡面 這很正常嘛 外面看傅崑崎就是朱立倫 所以當傅崑崎早上開這個記者會 就會被人家認為是 諸侯的這個對峙 不好的 朱立倫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不是說 他當了黨主一定要拓大 他的決策範圍嗎 記得嗎 現在選撤會他的這些人 有些 也不是不能夠去請教 但你一定要放在檯面上嗎 你不能私下去請教一下嗎 你可以請教很多人嘛 一定要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等於做一個沙袋讓民進黨打 那你何必呢 我一點看不出來到底精明在什麼地方 這樣真的是 我不願意講的話其實蠻笨的